哈囉大家好我是Sarah 那又回到美洲活動啦 那今天呢就是在營地跟大家分享今天的影片 我背景就是我們這次帶著我們出門的這台車子 那我現在要趕快趁太陽下山前趕快排完 但還好我有準備了一個燈 第一個要跟大家分享的活動就是台灣食品快閃活動 不知道大家想念台灣的食品台灣的美食嗎 或者是你想要嘗試看看台灣的美食呢 就可以趁9月10號到12號的早上11點到晚上7點呢 可以來到Everdine Center 現場會有10多家台灣企業來到北美共11天的時間 那第一站是在加拿大的溫哥華 接下來他們會前往美國洛杉磯還有邁阿密 來推廣台灣的食品 那這活動主要是由台灣的經濟部和外貿協會所舉辦的 如果大家想要試吃台灣的美食呢 就趕快趁這次機會 從即時珍珠啊很健康黑芝麻性的飲品 從糕餅啊米麵啊到一些就是即時的沖泡飲品都有哦 有一家是老鍋的米粉 那還記得我以前就是國中的時候有去過新竹的老鍋米粉的休閒農莊 就是做米粉 那我自己是超愛米粉的 米粉真的很好吃 除了米粉可以試吃到之外 還有很多很好吃的美食 像是呢 鹹蛋黃魚皮爆蛋有沒有吃過 聽起來就很好吃啊 三天的時間呢 就記得在11點到7點這期間呢 可以到Everdine Center來試吃這些食品哦 那他們數量有限 所以大家要趕快去現場排隊試吃東西 他們現場還會有提供抽獎的活動 還有一些小遊戲可以玩 可以帶著全家人一起去玩 然後一起去試吃東西 在9月10號呢 也會去參加這個活動啦 希望可以在現場可以見到大家 就來參加這個台灣食品快閃活動啦 第二個活動呢 是9月13號到15號呢 如果大家沒有參加過 就是傳統的原住民活動POWA的話呢 就可以來到Lanley的Event Center來參加這個活動 POWA它是一個舞蹈音樂和文化結合的一個慶典 最常在POWA活動上看到 就會有一些傳統的舞蹈啊 還有舞樂的表演 他們會穿上非常華麗的就是傳統服飾 那這個活動對原住民來說 其實也是讓不同部落有一個聚會交流的機會 當然也是開放給一般大眾去參加啦 第三個活動呢是中秋節要到了 大家有想好中秋節要怎麼度過呢 當然就是烤肉是一定要嘛 像我們剛剛其實才剛烤完肉 還有當然要吃個柚子啊賞月啊 就是中秋節必備 還沒想好也沒有關係 9月14號的中午12點到下午4點呢 可以來到Lanley's Town Center有一個中秋慶典 他們會有好玩的猜謎拿獎品活動 可以親自做自己的傳統漆散 可以試穿漢服哦 就是這也蠻酷的 試穿漢服呢一次只要5元 那如果你有購買活動上的攤位的東西的話 就可以免費試穿 除了這樣之外 他們還會有藝術工作坊和文創市集哦 就是非常豐富的一個活動 他們同時也有在幫醫院募款 所以呢 就大家可以去支持一下這個活動啦 那這活動是免費的哦 第四個 我的燈 充一下電 它快沒電了 好 第四個活動是大家喜歡喝啤酒嗎 在WISTER9月14號會舉辦一個 第11屆的WISTER啤酒節 現場會有40家以上的手工啤酒商來到這邊 那大家可以試喝到80種左右的口味 就是從啤酒啊 蘋果酒 都可以在現場試喝 而且活動地點就是在WISTER的 Olympic Plaza 就是可以邊喝酒邊看風景 是一個很棒的一個景色 除了這樣之外 他們也會有美食餐車啊 還有現場的音樂表演啊 就是喝啤酒當然要配上音樂嘛 才熱鬧 那最喜歡啤酒的話就不要錯過啦 他們的活動門票是62.92元 就是大家可以先到官網上去購買門票啦 第五個活動呢 就是喜歡逛市集的大家呢 日本市集又來了 9月14到15號的早上10點到下午5點呢 會有這個日本市集可以逛 地點是在Vancouver的 就是溫哥華市區的 Robinson Square那邊的牛賓場 那邊舉辦 會有70個左右的攤位 那除了攤位可以逛之外 他們也會有一些日本傳統的表演 像是太鼓表演啊 日本相關活動都還蠻常出現的 那除了太鼓表演之外 還會有50萬間到的表演 那現場你可以跟熊貓還有武士 就是可以拍照合照 這個活動呢 他的門票是4元 就是大家可以先在官網上購買 會比現場買更便宜 這兩天的早上 就是如果你是前50名到達這個市集的話呢 就有機會可以拿到10元的這個 市集攤位的折價券 去攤位上購買東西 所以大家就不要錯過這個活動啦 大家喜歡吃大蒜嗎 我是超喜歡大蒜的 就是像炒菜的時候呢 就會加個蒜頭 吃香腸一定要一口香腸 一口蒜頭嘛 就是才好吃 Chillewake 9月20到21號兩天的時間呢 會在一個農場舉辦一個大蒜節 那這也是他們第10年的活動了 現場會有大蒜的農夫們 他們會展示他們的成果 可以吃到跟大蒜有關的料理 像是他們的周日早上呢 還會有大蒜口味的鬆餅喔 就是鬆餅早餐 大家應該沒有吃過大蒜口味的鬆餅吧 有點難想像 因為通常是甜的 但有時候炸雞鬆餅就是這樣搭配也蠻好吃的 可是從來沒有吃過加蒜頭 所以這個活動就是會有很多跟大蒜有關的美食 除了大蒜之外 因為他是在農場舉辦 也可以看一些小動物啊 然後也有現場的音樂 那這個活動的門票呢 是12元記得也先可以在官網上購買喔 第七個活動又是一個市集 如果大家錯過了剛剛9月14號的日本市集 可以來到這個也是蠻大型的一個市集 在同個地點 Rankovert Robinson Square的流冰場舉辦的 會有90位的當地設計師啊 工匠啊 還有一些創意人士他們帶來的 就是Local的他們自己創作的藝術品來到現場 無論是獨一無二珠寶 或是手工陶藝啊 還有精美的家居裝飾品呢 現場都有囉 大家也可以去淘寶 活動是免費那也可以支持一下當地Local的創作家啦 除了這樣之外呢 大家可以先到Eventbrite先登記呢 就有機會可以抽到在市集裡面可以消費的現金喔 這邊的七個活動就分享到這裡啦 又來到閒聊時間啦 現在還有10分鐘太陽就要下山了 我看一下我的燈 OK 我就先放在這裡啦 最後要來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呢 其實我們這趟旅程也快要結束了 就真的是還蠻 一開始覺得好像還很久 但是要結束的這幾天呢 就覺得 怎麼時間過這麼快 兩個月這麼快就過去了 對啊 我們就是真的是從 溫哥華一路出發到 Saskatron Edmonton Holly Fox 再回到班福 然後我們這次有挑戰了不同的營地 就是在庫特尼 就是這個營區是在庫特尼的國家公園 那這也是我們第一次來 然後我們就再回到Reverstoke 然後一路回到溫哥華 那這樣子有算過就是不包含 飛去Holly Fox的話呢 就是這樣子的車程大概有4000公里 Tesla帶來我們走了4000公里了 對 就是這趟旅程啦 就真的很開心這趟有機會可以這樣出來旅行 那我回去後呢就會陸陸續續跟大家分享很多的影片啦 對就是大家可以敬請期待一下啦 其實我的旁邊前面呢都有人在走動 因為我的 我這次電影地旁邊就是廁所 所以其實蠻多人在旁邊的 不過呢 離廁所近的好處就是呢 我可以 趕快去洗澡 然後上廁所的時候呢就不用 上廁所的時候呢就不用走這麼遠 我來拍給大家看 他們也在露營 那我覺得在營地生活真的是還蠻有趣的 我們這次在車子裡面睡了應該有一個多月吧 當然我們這中間呢就是也有住Airbnb 然後也有去趁朋友家 對 那我們回程呢還會再去趁Rebel Soak的朋友家 對就是很開心就這趟旅程呢都可以遇到朋友們 然後不管是新朋友還是舊朋友 那就真的很開心就是這次可以出來啦 那回去再慢慢來跟大家分享這趟旅程啦 就是有非常多的Vlog 最近呢有先發了一支我們在班富國家公園五天事業的露營 然後也有去了蠻多的景點 就大家如果對班富有興趣的話呢 也可以去收看這支影片啦 那就這樣啦 謝謝大家收看啦 那還好現在太陽要被下山 那等一下的行程呢就是 我剛剛其實是趕著拍 所以呢我們的桌上都還沒有收東西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我們的桌子很亂 然後晚盤還沒洗 等一下要洗完晚盤然後我們就要去洗澡 就是在營地的生活呢其實比想像中還要忙 就是收東西整理東西煮東西然後鋪床等等 就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那今天的影片就這樣啦 謝謝大家收看 那就下集的美中活動見 掰掰 謝謝大家 剛剛看到前面這邊感覺好像有夕陽可以看 我剛剛拍完影片了可以來晃晃了 給大家看一下現在的陽光好美喔 好美喔 好美喔 好美喔